你可能也有听过小红维尼的原版版权已经进入公有领域 实际上是否真的任人用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简单讲小红维尼的版权状况 再延伸讨论一下版权和公有领域的概念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系介绍由实用甚至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可能有在网上见过这些照片 甚至有看过他的电影预告 但为何1961年扣入了小红维尼版权的迪士尼内驱吾河 只能够就手旁观呢? 在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小红维尼版权失效 正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说是一宗大新闻 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拿来用呢? 首先全球各国的版权法例以至执行都并不统一 而且更有相当大的出入 但小红维尼的版权持有人是美国和路迪士尼 而美国亦是少数拥有最长的95年版权保护期的国家之一 我们就由美国的版权法为基础说起 如果最简化最笼统以一句说话来解释 美国作品独家版权保护期一般都是作者去世后的70年或出版后的95年 之后作品便会进入公有领域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不需要得到作品持有人的同意 换言之在美国95年或以前出版的作品都已经进入公有领域 以现在2023年来计算 即是一切1927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版的作品 由英国作家A.A.Mell 和英国插画家E.H.Jepard所创作的小红维尼系列 首部正式作品Winnie De Poole 早在1926年出版 所以作品就已经在2022年进入公有领域 不过这个就仅限于1926年出版的这部作品的内容 例如小红维尼另一经典角色跳跳虎 就要去到1928年出版的The House at Pool Corner 才正式登场 所以这个角色的版权就要一直到2023年尾才到期 大家有可能有听过穿着红色衣的经典维尼造型 我们现在还未可以用着 但其实都不用等多久 这个穿红色衣的造型早在1932年的小红维尼唱片封面就已经出现 所以等多几年也会进入公有领域 但要注意的是 今天最为人所熟悉的小红维尼造型 其实是1961年迪士尼买入版权后所重新创作 高仲可使用的小红维尼造型只是这个原装版本 而迪士尼版本仍然会享有版权一段很长时间 到2056年尾才到期 所以理论上画面里面这个程度的二次创作 在法律上并没有触碰到迪士尼的版权 但条件究竟要是哪才没有侵犯迪士尼的版权 这个又是另一个层次的法律问题 这类知识产权持有人的恶梦其实刚刚才开始 下一个很快就戒满95年大限的大品牌就是米奇老鼠 而米奇老鼠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著作保护权长达95年的原因 美国的版权法其实早在1790年就已经定立 200多年前的人当然不能预视到今天的社会状况 所以版权法到1909年就已经延长到56年 而1928年面世的米奇老鼠版权 李英祖在1984年尾就已经到期 不过去到1970年代中迪士尼公司已意识到问题 并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国会更新法例 到1976年正式将版权保护期延长到75年 到90年代他们又重施顾忌 促成在1998年再延长到95年 这一次的著作权年限延长法案 就被大宗封刺为米奇老鼠保护法案 所以美国的95年超长版权保护期就是直接由米奇老鼠而来 但版权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理论上去到2024年米奇老鼠的版权就会进入公有领域 对于以米奇老鼠作为重要商标的迪士尼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再以代弊吧 其实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以来所出现的这些次文化标志 尤其是当时的美国本土创作 例如DC1938年的超人 1939年的蝙蝠俠和Marvel1941年的美国队长等 同样亦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陆续面对这个问题 另外虽然大部分国家的版权保护期都比美国短 例如在加拿大 James邦所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 但有野心染指全球市场的制作人 安全起见都会等同美国的95年版权限期 就像今次的小红维尼一样 最后对于喜欢小红为例 米奇老鼠甚至是蝙蝠合超人等的大朋友 小朋友以至家长来说 这些可能会衍生出一些 毁坏童年或创作道德相关的讨论 但在这一切之上其实牵涉另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 关乎知识、创作、学问和文化的自由成全 试想下如果人类历史长久以来的学术著作 又或者经常被改编的文学作品 沙士比亚、福尔摩斯、格林和华尔治三国演义等的著作权 仍然掌握在一小撮的既得利益者手上 后人不能任意出版、重制或再创作 文化的传承会变得多黑暗 又例如柏羊的《遗伤》曾表明过在合约期满后 就不会再授权出版丑陋的中国人 同样这个版权永远掌握在他手里 这部警势的著作就会永远被消失 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就可以确保作品 得以一直继续出版传承到后世 这也是人类文明这两千年行之有效的做法 对于小红维莉或米奇老书的版权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加入一些个人感情的判断 虽然人类社会仅在不断演变 但著作权总不能永无止境地延长下去 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 需要慢慢学习如何面对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小红维莉 版权或公有领域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 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鐘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